12月份进入中下旬了 到底在投信啦 这个还有主力业内啦 甚至包括了在整个集团 大家这个风起云友 筹码的这个大乱斗当中 投资朋友该如何来找寻投资组合呢 我想了大概是从低本一笔 或者是从什么样 从这种未来发展前景 非常好的一些公司 事实上当然在应该说 在这几周里面看到一些什么 什么小谋啊 小谋说 你这个成熟制程 未来要供过云球什么等等 一大堆在提出这样的看法 但是你会发现到 同样讲这个的同时 他竟然在买什么 竟然就在买立基电 这我搞不懂啊 对不对 大摩市当上礼拜还出了一个报告 告诉你说 这些这个DDI 这些面板驱动IC的 这些这个反应 已经都price in 都已经在价格里面了 所以呢 他继续把联勇下看313元 结果呢 最近都在买联勇 所以呢 说真的 外资是不是说一套 做一套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你一定要选择未来有发展前景的 甚至包括未来怎么样 本益比低的一些公司 那我们这边看到发展前景部分 当然现在啊 电动车这个市场 真的是只有更大 不会更小 光是你看到 今年以来 这个今年以来 特斯拉涨那么多 甚至路上那么多特斯拉就知道了 我们这边谈到一档股票 事实上之前 我们也在股市中报 跟他讲过的 这家公司事实上是一家 被动元件的公司 叫做6127的9毫 它是全球第二大的 陶瓷基板厂 对不对 它整个的规模啊 它只有比这个陆资厂的潮舟三环 还要小一点点而已 那重点在于说 它是国内唯一的晶片式 氧化铝陶石基板的 专业制造厂商 那最近呢 其实有一个新闻 11月中的时候啊 这刚好潮舟三环 回销啊 对不对 回销之后就有人怀疑 会不会有转单等等 但是我们想 不用管它转不转单 重点在于说 它现在从去年开始啊 去量产了一个东西叫做 氧化铝真正氧化告基板 应该是这样念的吧 叫ZTA啊 这东西用在哪里 用在电动车 用在电动车里面 而且主要是用在 电动车的热交换器 未来很可能 还会用在HGBT上面 所以呢 如果这个市场 整个打开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它另外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这个 氮化铝的基板 现在只要谈到氮就很厉害 氮化铝 第三代半导体 对 好像有关 但是又好像无关 不过 它的氮化铝基板呢 事实上呢叫ALN 4月份它开始交货 但是呢 交货可能交货一点点 重点在于 我刚刚讲到 不管是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什么 真正氧化告基板 或者我们刚刚提到的 氮化铝基板 对不对 不管用在电动车 或者氮化铝基板 用在CIS的一个封装部分呢 事实上呢 它打破了一家公司 叫日商玩和的一个 独占的一个局面 我们稍微看一下 玩和怎么走 事实上玩和过去半年 它涨多少 它半年涨了四成 对不对 它是一路的涨上去 真的是还算 还算蛮厉害的一家公司 所以如果说 它真的能够打破 它的一个独占场面的话 是不是它业绩有机会 往上走甚至获利开始 从无到有呢 我想这都值得观察重点 另外一家公司 叫做8299群联 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 其实呢 大股东回补持股 有一家公司叫做 2006的东刚嘛 对不对 它出来的时候 你不相信啊 新闻出来的时候 东刚还在减资当中 新闻出来的时候 东刚还真的一路上去了 另外几家回补持股的 包括中光店 双红 甚至包括像群联 现在看起来是群联跟双红 好像新闻出来之后 股价就在那边 没有错 但是呢 如果说久了之后 会不会往上走 当然呢 这不一定啊 真的不一定 但是我们就以基本上来检视 事实上呢 最近群联股价做是因为 集邦去估计啊 Netflix明年第一季是淡季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价格会跌10%到15% 是最近以来跌最多的 最近以来跌最多的一季 但是呢 其实之前啊 现在我不能讲董事长 叫执行长 潘建成他有预期说 最快最快 第二季就供不应求 所以他预期农历年之后啊 库存缺口有220到240亿元 而且告诉你 他已经找到哪里去补了 找到谁 找到美光啊 联电跟美光的和解案 就他 他们他去促成了嘛 一促成之后 事实上呢 野村马上去调高目标价 他认为说 美光的潜在额外订单 可以带来1亿美元的收入 也就是大概30亿台币左右的收入 把他目标价调到546元 也刚好很巧合哦 群联一的转换价是570元哦 所以 这是不是暗示某一个重点 当然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马上能找到转换价 因为群联一 还没挂牌 好像还没挂牌 对不对 还没到 但是你看到很多转换价都很有意思 像之前 应该说去年的 今年年初的时候 你看到建策的 去年看到建策转换价多少 350 你就好开玩笑 350 对一家200多块的公司 就现在建策多少 400多块啊 你反而已经不敢买了 对不对 所以群联一转换价是570 我想值得去参考 最后一档 我们这本周有提到 其实呢 也整理了很久一段时间 事实上股价应该说 前波涨了一段 但是你看到 他11月份营收创了83个月的新高 事实上 他是一家转型成功的股票 之前SSD 甚至更早之前什么 薄型光碟机 现在哪有人在用光碟机 没有人在用嘛 但是呢 他的子公司达明机器人 事实上呢 这家公司呢 最近他的一个新闻是说 他本来是供智慧制造 而且呢 他推出AI视觉的一个解决方案 叫TM AI Plus 还有包括他去锁定制造业的 一个瑕疵的一个商机 还有包括我们看到 他的这些东西 其实还蛮厉害的 我想字卡当中 大家叙述看得很清楚 说真的 这种东西 假设真的用在半导体公司 用在面板厂的话 我想真的是非常不错 而且现在已经有接到订单 当然这些公司 我认为未来发展 应该是想不错的 好 今天也非常感谢冠金 感谢世青来到现场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